有足渐渐不施过 给过力量保守我 是若一生走在路 是从心满意足 好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主耶稣 我们整个信任门训 已经快要结束 我们何等希望你 一辈子都来教导我们 对我们说话 也更让我们对你的话 能够认真 好 让你的话 能够真实地来改变我们 主啊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 这么重要的题目 就是怎么样子 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帮助我们 能够从你的角度 来看这个题目 而不只是从我们个人的需要上 来看这个题目 我们谢谢你 把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 而且活在你的心意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想我不光是在美国 各个地方去聚会 包括在全世界 到欧洲 到亚洲 在中国 在蓝拌球 澳洲 雪梨 新西兰 我不管到哪个国家去 只要聚完会 他们如果有排Q&A的话 就是问题解答 有一个问题是在所有的问题解答里面 一定会出现的 就是任何地方的聚会 不管年纪大的 年纪轻的 中国的 讲广东话的 在哪里去 都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我怎么样子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到底是什么 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 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难 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你很想知道 到底怎么样子 我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有这样子的人请举手 也是这么多 我以为在我们教会长大的 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看来我真的很失败 我们很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但是在我们开始讲 怎么样子明白神旨意的时候 我必须要先强调 你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姊妹 跑去找一个年长的姊妹 她说有两个弟兄都在追我 条件都不错 她说我真不知道要挑哪一个 那个师母就瞪着她 因为这个年轻的姊妹 也蛮爱主的 也蛮追求的 她说如果你不误会我的话 神才不在乎你嫁给谁 她说如果你是一个不爱主的人 你是一个不想为神的旨意而活着的人 你嫁给谁都一样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 愿意为神的荣耀而活着的话 你嫁给谁都一样 希望你们不要吓坏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问的时候 我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 到底为什么明白神旨意的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它这么普遍地被许多人问 但是很多人问的时候是怕损失 怕犯错 怕我没有得到最好的 而不是真正地想知道说 到底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必须先把弟兄姊妹带来的 因为加勒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就是什么 而我们的抉择就是人生中很重要的种子 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就等于撒一个种子 它早晚会收成的 所以我很多年以前我就引用了 西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它说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它说你整个人这一生的命运跟结局 不是根据你的运气来决定的 而是根据你的拣选来决定的 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 今天我们会成为基督徒 今天我们会来美国 今天我们会这样子一路上走到今天 一路上是有许多的决定带到今天的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就要面对我们剩下的未知岁月 还有许多的抉择在我们面前 就像刚才我们做的见证 讲到海地的那个青年人 十二年级 妈妈那个养母再三告诉她 晚上不要太晚出去 她十点半回来 吃点东西又出去 这是她做的决定 而昨天晚上当我们在那里听 就是星期五晚 等于就是昨天的清晨 因为我们碰到过他们几个的场面 都是非常凶暴的 所以当我听到外面又在闹的时候 我根本没办法睡觉 我在为他们祷告 先见后后我听到了四个枪声 不同时间 但是其中的一个枪声 就把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拿掉了 这是这个孩子自己做的决定 他晚上硬是要出去 而把他带来的这样子的结局 弟兄姊妹 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路上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在做决定 有大决定 有小决定 大大大到不仅影响今生 影响我们永世 就是要不要信耶稣 小小小可以小到 我今天到底是吃炒饭还是吃炒面 吃卤肉饭还是吃凉面 这是很小的事情 弟兄姊妹 在每一个的抉择里面 到底我们抉择的准神 我们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先来讲 遵行神旨意为什么这么重要 不仅仅圣经上告诉我们 主自己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 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重生得救了 信耶稣了 我们将来都可以进到永世里面去 但是在这里国度 讲到神特别给那些 遵行神旨意爱主的得胜者 要跟他永奉于千年国度的 欢乐的时候 神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 有很多人就跟主耶稣讲 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 看到了没有 做的是对的事啊 我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义能吗 今天如果有这样子的传道人 在我们中间出现 我相信后面跟了一大堆人 他不仅仅道会传 他能够赶鬼 以前几十年前在山东 那个鬼很闹的时候 有两个人最会赶鬼的 他到哪里去鬼就怕他 那个鬼可以附身在人的身上 叫人飘起来的 那个鬼可以做很多很多 很奇妙的事情 但是一碰到他 一赶他就出去了 可以赶鬼 而且还行了许多的异能 supernatural的事情 但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 所以你可以做这么多属灵的事 甚至人钦佩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神 如果不是神的旨意 主说我没有办法称许你们 我甚至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要晓得 我到底将来 我这个人做的决定 我的这一生在神的面前 能不能讨神喜悦 那个关键的根据是在于 我是不是活在神旨意中 我是不是遵循神的旨意 接下来我用的另外一节圣经 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 他说这个世上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整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 世界上所有的情欲 所有的享受 有一天都要过去 他说唯独什么是永远长存 遵行神旨意 所以你看到了没有 遵行神旨意在神的眼中 不是可有可无 或是不是一件 不是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事情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 也讲到万物是 为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 所以今天你我的存在 包括万有的存在 通通是为着神的旨意 所以今天我们 在讲明白神旨意的时候 我先要从大的地方讲下来 不然我们就急着跳进去 说主啊 到底我要不要去研究 读研究所 主我到底要不要嫁给这个人 主到底我应该买Toyota呢 还是买汉达呢 我们生活一大堆的事情 都跳到detail去了 跳到细节去了 但是我希望把大家 能够先带回来 而且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 特别教导我们的这三件 这么重要的祷告 不光愿人准你的门为圣 不仅仅愿你的国降临 已经很重要的祷告 早上于师母也用了 叫什么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神有一个旨意 一个属天的旨意 要实现出来 要在这个地上实现出来 要在你我的身上实现出来 但是很多的时候被stuck 被挡住了 是我这个人 阻挡了神的旨意 所以你要晓得 你我很可能 是成为阻挡神旨意的人 因为神有太多的旨意 要在地上实现出来 神有太多的计划 要透过蒙恩得救的人 在这个地上能够实现出来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只为自己活着 只想知道自己的未来 只想为自己的好处 想要明白 不要走错路 我跟你说 神没有兴趣 所以你要寻求神的旨意 也白寻求的 原谅我这么讲 因为我们不是为神活着 所以我刚刚开始讲那个故事 你们笑了 你挑这个弟兄 挑那个弟兄 到底哪一个 不是说神不在乎 不是说神真的不管我们 而是说你这个人 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 我们到底如何对待神的旨意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肯顺服神旨意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人 本身不仅仅神喜悦我们 神承认我们 不会像那些人 神说我不认识你们 当我们顺服神旨意的时候 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生 有永存的价值 不会随着世界过去就过去了 而是被神算数的 当我们肯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的天上的旨意 能够在地上实现出来 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说 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 另外一面来说 神的祝福决定在我们身上 我很喜欢达比弟兄 讲的一句话 他说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 哪里就有喜乐 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 哪里就有喜乐 很多时候我们不喜乐 是因为我们不肯让神的旨意通行 而我们在信心里面 可以把喜乐这两个字 一直换 一直换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 哪里就有得胜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 哪里就充满了生命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 哪里就充满了平安 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 哪里就充满了光明 充满了自由 充满了释放 你可以加下去的 充满了爱 所以今天不要以为 顺服神的旨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它实在是太重要的事 也是太蒙福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我大概快四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 听江首道弟兄讲道的时候 他是利托生弟兄的同工 他那次讲道的时候 他说我们很多的时候 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觉得当我要面对神旨意的时候 到底是A还是B 到底是左还是右 他说我们有一个牵天的关键 就是那一条比较痛苦的 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神的旨意 你们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 有 这些都是爱主的人这样子想的 但是都是上了仇敌的当 认为十字架的道路 一定是受苦的路 十字架的道路一定就是窄路 一定就是我不喜欢的路 我跟你讲 十字架道路的确是窄路 的确是要付代价 但是没有那种观念说 如果有两个摆在前面 一定是那个苦的 是我不喜欢的 那个才是神的旨意 他说你不要把神当作后妈 你不要把神当作一个暴君 就是要来折磨我们 你越苦他越快乐 你越流泪他越喜乐 他说这是仇敌给我们的观念 神没有这个样子 关键不是在于外面的苦跟坏 我喜欢或不喜欢 关键是在于 它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 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所以认识神旨意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 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 要非常清楚地知道 它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 它不光是太重要 它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能忽略的事情 它影响了我们今生的品质 它影响了我们勇士的结局 它影响了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 它影响了我们今天到底活的 能不能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情形 个人 家庭 教会 整个神国度 在地上到底能不能活出神的旨意 这是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事 所以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 我特别多放了几节给大家背 这些经文都是太重要的事 但是讲到神旨意的时候 十七节 他说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们当初买会所的时候 神说就是这块地 那个都是说来话长 因为大家就是很有兴趣 想知道到底你怎么知道的 男弟兄姊妹 神的旨意是什么 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要来看的 就是其实神比我们还想要让我们知道 祂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大家有听懂吗 你常常会觉得 我很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很多的时候被困住了 神啊 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但是其实神比我们还更想 让我们知道 祂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们观念里面一定要正过来的 就像我们讲到神的同在 我们常常渴慕神的同在 常常渴慕享受神的同在 我们就去追求神的同在 我们就花功夫去追求 我是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次在我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 我突然这个甜美的思想进来 其实神比我渴慕祂同在 还更渴慕跟我同在 当那个思想一进来的时候 我整个心被喜乐充满 被圣灵充满 被祂的同在充满 祂比我们更想起 同在 当爸爸妈妈的都知道了 孩子慢慢大的时候 是孩子想跟你在一起 还是你想跟孩子在一起 自己说嘛 他不要等翅膀硬了 他只要脚会动了 他就已经很少到你面前来了 几乎都是跑掉 跑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明白神旨意 不要把它想到那是一件 遥不可及的事情 那是一个神巴不得我们都懂得 都学会的事情 祂比我们更想 让我们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前面弟兄讲得很好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祂愿意负责让我们知道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我们要来顺服祂的旨意 我们要负责的是负责顺服祂的旨意 祂要负责的是让我们知道 祂的旨意是什么 阿伯阿们 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 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 祂会负责让我们知道 祂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要负责的是 我一旦知道神的旨意 我觉得100%绝对顺服 这是我们两面都要做的事情 那神是决定会做那一面的事情 所以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它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 他说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 来认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道路 祂必指引你的道路 而我们刚刚读过的 《菲利比书》第二章 十二节后半到十三节 特别十三节 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 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 一直运行 一直运行 一直提醒 原谅我说 甚至一直唠叨 为的就是有一个神的旨意 要实现出来 有一个天上的旨意 要在地上实现 祂一直想要让我们 所有所做的事情 能够造得祂的旨意 所以神比我们还想 叫我们顺服祂的旨意 知道祂的旨意 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运行改变改变 直到我们越来越能够 知道神的心 知道什么是祂喜欢的 知道什么是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立志行事 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而这个运行是为了要成就祂的美意 为的是要带下神的工作 带下神的祝福 带下我们基督徒 该有的这种喜乐丰盛 自由的情形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 寻求神旨意的时候 该有的认识和态度 第一个就是要知道 神乐意让我们知道 祂的旨意是什么 第二个 我们要定义 要来遵行神的旨意 是我们必须有的预备和态度 如果我们没有意思 要来遵行神的旨意 只是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 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在海地 我们常常只好开一个玩笑 他们所有的时间 跟你讲八点聚会 八点见面 他们可以八点半才出现 所有的时间都是 没有办法像我们美国 讲得清清楚楚的 到最后我们只好讲说 那个只是just for your reference 所有讲的时间 只是当参考的 所以很多的马路 根本都是那种很破旧 很破烂的 根本没有交通标志 我们那天进到城的时候 看到交通标志 我们也说 所有的交通标志 just for your reference 所有人闯红灯 也不是红灯 他们没有什么红灯 就是闯过来闯过去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 just for your reference 这是给你参考用的 如果神的旨意 对你我来说 只是当作参考 你永远不会真正知道 神的旨意是什么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 真正活出神的旨意 所以我身为传道人 这一辈子 常常碰到年轻人来问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开始 所举的例子 我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 那么他们会跟我们交通 最常碰到的就是 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 那我们都劝他们慢一点 劝他们不要 劝他们至少要等候 先不要把感情放出来 让圣灵来做 让神借着别人 例如说一个姊妹 喜欢一个男孩子 那就让弟兄们 先去跟那个男孩子传福音 把他带得救了 当作一个印证 至少 当我们这样子 去劝这些孩子的时候 劝这些年轻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两类的人 有的人就听了 就愿意顺服 愿意等候主 下一步的带领 有的人一听你这样讲 你就换一个牧师 换一个传道人去问 那下一个人 可能跟我讲的法师一样 他就再换一个 走好晚你会换到一个 说 哎呀 可以跟他传福音吗 神不是叫我们 要跟他传福音吗 所以你就 借着跟他谈感情 你把他带信主 这也是很美的事情 他说你看 果然是 他就认为 这个才是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 你发现了没有 在我们很多的时候 在明白神旨意之前 我们自己里面 已经有一把尺了 我喜欢的才叫神的旨意 我不喜欢的 我会再换一个人问 我会再换一个人问 所以你如果没有立志 要遵行神的旨意 你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里 约翰福音 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 第七章 他说若立志 要遵行神的旨意 你们就必晓得 这个教训 到底是不是出于神 所以如果我们里面 没有预备好 要定义 来明白神旨意的时候 真的原谅我说 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 而且明白了 你也跟不上去 所以很多的时候 别人问我 这个 明白神旨意的时候 我说在我引用 前面弟兄跟我们讲的 那几件事情 这个是我放在西 四件事情 我都放在那里了 我说在我们引用那个之前 我说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过的关 叫做奉献关 不经过祭坛 你是不是不可能 听到至圣所的声音的 旧约是这样 新约也是这样 神在至圣所 在二基督伯中间 对祭司 对摩西说话 但是你必须经过祭坛 才能进得去的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 明白神的旨意 你不经过祭坛 想要明白神的旨意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必须先把自己奉献 当作活祭 这样子呢 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 当我们把自己献上 当作活祭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要劝我们 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什么是神 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没有经过奉献 你不容易明白 什么是神 存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态度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 诗篇25篇12节 他说谁 看到了没有 这是一个conditional promise 谁若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 神一定会指示的 但是前提是 我们必须敬畏他 说主我在乎你的旨意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 当我们不知道 前面下一步是什么的时候 至少有一个祷告 永远是我们可以做的 叫做 I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 这是我们教会 过五关斩六 这样买会所 一关一关打过来的时候 很多的场合里面神说话了 让我们里面知道 该怎么往前去 对不对 例如说这个场地 被人家买去了 是整个Bay Area 最大的developer买去的 对他们来说 700万只是一张支票 对我们教会来说 是要了命的 我们哪里有这个钱 但是那个人把他买去了 买去的时候 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难过 说神允许给我们 为什么会被买去呢 但是因为要45天 才能够交易成交 Close Escrow 那时候我跟于世姆正好 在克林比亚大学 带领他们一个冬令营会 我记得大学天 我们两个回到房间 check email的时候 那个信中弟兄 给我留话 他是那时候的chair 他说场地被别人卖走了 被别人买走了 很多弟兄姊妹都哭了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我们本人就会问神说 主你不是已经显明你的道路 你的旨意 为什么会不会这个样子呢 我们很容易就问神话 对不对 但是慢慢在主面前学习的就是 相信他说话的事情就要成就 所以我就跟主祷告 我说主 到底你要我们学什么 我就等候在主的面前 等候他说话 他要负责让我们知道的 所以我那边营会完了以后 我们回来坐飞机 我记得那天回来回到Bay Area的时候 正好是夕阳 我坐在飞机上靠在那边 我就看到外面的阳光 我在那边祷告 主就突然讲了一句话 该撒的乌龟给该撒 神的乌龟给神 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回来就全教会都为这个祷告 我们不是苦苦哀求问神 神啊为什么 或者我们苦苦哀求说 神啊求你改变对方的旨意 那时候教会大家就是学习 一旦知道神的旨意 我们就是顺服 我们就说奉主的名 叫那个人交出这个地来 因为神的物归给神 该撒的物归给该撒 所以教会那段时间 没有苦苦哀求 大家是奉主的名 执掌主的权柄 因为知道主的心意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如果我们真的要 立志遵行神旨意的时候 当我们正在这里敬畏神 愿意祂的旨意通行 I will be done的时候 弟兄姊妹 很多的时候神说话 就算神没说话 我们就等候中 或者凭信心继续往前 因为我们的心是愿意顺服神 所以愿意顺服神的心 这个信而顺服的态度 是在明白神旨意中间 是一个最不可少的一件事情 把自己奉献给神 然后向神祷告 我只有一个祷告 就是让你的旨意 成就在地上 成就在我的身上 成就在我的家里面 成就在我的小组 成就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 当我们存着这样子的心的时候 神非常喜悦的 而且照着圣经应许的 谁如果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 他当选择的道路 今天这关键在于说 我们到底把神放在什么地位 我这个钱要怎么使用 我未来要去哪里 这个工作我该不该接 你就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 就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判断 未来的利益就做了决定了 这家公司好 又是startup公司 又有应许将来给我股票 我们就换了 进去以后就发现这么多的痛苦 劳苦愁烦 家庭破裂 健康摧毁 跟主的关系完全被破坏 很多的决定 我们根本没有神在其中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 耶和华神必指示 他当选择的道路 这是我们的把握 所以刚才非礼比书第二章 我为什么只先念十三节 没有念十二节 逼十二节的下半 他说要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 所以你真敬畏神 要敬畏那个正在我们里面 运行的圣灵 他是照着神的旨意 在我们里面运行 让我们来立志行事 所以定义遵行神的旨意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接下来 我在这里讲到 要避免一些常犯的错误 例如说我们只凭眼见的环境或感觉 过分依赖人的智慧 经验和判断 太过于与自己的利害 喜好或是眼前的得失 为衡量的标准 过度的责任感 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 因为有些人就是 你要说他自信也好 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自大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是我的事情 这是我应该负责的 这这么小的事情 不要去麻烦神 所以我只要尽好我的责任 我做好就好了 所以过度的责任感 会让我们缺少谦卑地来寻求神 圣经上告诉我们 跟神的态度 是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认定他 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小事 我用斯巴克的弟兄说 所有的事情 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 都是大事 所以你不要以为 我做个小小的拣选 我这笔钱要怎么花 我要奉献多少钱 我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你不要以为它是点小事情 所以你自己负责就好了 神喜欢我们把大小的事情 借着祷告带到祂面前 神喜欢我们不管什么事情 愿意为神的旨意 来寻求祂 明白祂 愿意顺服祂 这是神非常喜悦 而且神一定要祝福的事情 消极地听天由命的态度 中国人不知道多少年都这么讲了 传道桥头自然知 反正吉人知有天相 或是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 就是说反正都有神的美意 讲起来有的人是真的 有的人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说法 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不是随便说的 对不对 你必须真正在主的面前 那么清楚地知道 我愿意顺服神 神真的在我身上有美意 我愿意顺服走在其中 所以Mrs.Pin-Louis Pin-Louis师母 这些老前辈的书 现代的人都很少人读了 她说神为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 我们都有责任去找出它来 而且走在其上 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定义 所以不要只是听天由命 不要只是消极地 任凭环境发展 那是不对的 那是太消极了 基督徒应该起来 在神的旨意中 在圣灵的全能中 来管理我们的环境 要环境听命于我们 决定不能让环境在我们的上面 而是我们在环境的上面 我们造的神的旨意在这里执掌权柄 就像我刚才讲的 神的旨意说 该撒的物交给该撒 神的物交给神 这块地是我的地 要叫他们交回来 所以我们就不是在那里被动地等 也不是在那里无可奈何 在那里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万一不行的话 我们只好 余弟兄上来跟大家认罪 说听错神的话了 长子队一起来认错 我们不应该那么信任余弟兄 我们就是讲了一些认罪的话就下台了 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子 神没有要我们任凭环境法正 要起来请请祷告 起来持守神的旨意 起来用祷告来管理环境 让他们为着神的旨意来效率 还有像我放了点点点没有看 多数人的看法 这也是现代的人 明白神旨意常犯的一个错误 东问西问东问西问 然后看看别人都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那弟兄姊妹这都要很小心 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决定 属神的人 为什么跟世人不同 就是因为神正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 神正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中 神在我们的每一个拣选中 所以要去问多数人的意见 是很容易上当的事情 我再说不是不要去听别人的意见 底下我们也会讲到 需要去请教一些在属灵上 对神旨意认识 对神旨意认真的人 或是我属灵的同伴 因为我可能犯错 所以需要跟众人交通 当神医把应许给我说要买会所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主人面前 我整个人就 我想我就不要多说了 我当天晚上就把所有的 这个牧长职同工请到我们家来 我们那天就一起在主人面前 交通祷告 然后宣告禁食 我们要得到身体的印证 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错 尤其是关乎整个教会的决定 一定要活在身体的保护里面 大家一起来明白寻求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过于自信 同样也不能够只根据外面环境的发生 这是现在最多人做决定的 就是天助我也 你看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万事俱备 只见东风 只要东风一来 那决定就是了 所以我们常常就根据环境来做决定 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不能够把它的次序摆到前面 环境的印证很重要 但是它决定不能够单独地成为神的引导的根据 所以我在说 环境的显明 环境的印证 对一般不信主的人来说 几乎都是他们做决定很重要的关键 哎呀 现在这家股票一直在往上走 赶快 什么时候进场 这些词我都不懂 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退场 什么时候建好药 收 我们都是根据这些东西上去 所以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血压 都是根据这个上下 我们的心情跟神的关系 都是根据这个上下 都是根据环境 环境很重要 这是世人做决定 几乎最重要的根据 来自对基督徒来说 两件不可少的事情 环境不能够做第一个 环境不能够做唯一的一个 以前有一个大龄姐妹 很久都找不到伴侣 很着急 有一次在教会里面 听到传道人讲说 要为自己的婚姻大事祷告 要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祷告 要为主给你预备一个 能够一起来建立一个 让主居所谓的家 要为的那一半 要每天要特别祷告 他说他那天听完的时候 他回到家 礼拜天下午 这是他这一辈子来 第一次那么认真 跪在主人面前 为了他另外一半祷告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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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很感动 然后突然电话响 教会有一个单身的弟兄 打电话找他 问他说 晚上有没有空 想邀你出来 走走吃个饭 他想说怎么可能 这一定是神给的 对不对 这个才祷告完 就听到应许了 成就了 神啊 你真是听祷告的神 这个还没有搞清楚 神的旨意 心已经打开了 他认为这就是神 连谁也不问 整个方心已经许配了 所以后来 非常痛苦的婚姻 那弟兄姊妹 当然这些只是一些特例 我只是提醒弟兄姊妹 你决定不能够根据任何 纯粹的环境 就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这是我们稍微提到的一些 避免常犯的错误 那么《使徒行传》27章 这是我以前引用过的 我记得 我们弟兄后来还跟我说 他来寻求道路的时候 这段圣经对他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7章 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读一点点 这次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 他路上 他是一个接校囚的身份 百夫长 就是派了一百个罗马兵的leader 就包了一条船 把这些犯人一起要押到罗马去 那么我们只读第九节到十三节 走的日子多了 已经过了近时的节期 行传又危险 保罗就劝众人说 众位 我看这次行传 不但货物和传要受伤损 大招破坏 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信从长传的和传主 不幸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在这海口过东不便 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 或者能到菲利基过东 菲利基是戈里底的一个海口 一面朝东北 一面朝东南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毛 贴近戈里底行去 十四节 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 那个风名叫做 尤拉格罗 然后船被风抓住 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底下就讲到他们十四昼夜 所有人没有办法吃 没办法喝 所有的财物都丢到海里 为了保命 为了求生存 我为什么用这一段的圣经 做一个例子呢 你就从这一段 短短的九到十三节 你发现这个百夫长 因为他是首领 他要做一个决定 到了一个决定的关口 到底船要不要开 这是一个决定 而他这个决定 整个决定的过程里面 有五件事情 我本来要用空格的 但是因为我在海地 中文党的format 跟我原来不一样 所以放了你们一码 我把答案都写出来了 那这里提到了五件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 那第一件事情 是专家的看法 他说百夫长信从 掌船的和船主 这些是professional 在海上跑的人 所以他相信这些大富 水手 船长 他们认为说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放心 这是第一个 相信专家的意见 这个在明白 在你们做决定的里面 重不重要 重要 对不对 因为有人为了跟 Warren Buffett吃一顿饭 要投资哪家股市 愿意花250万美金 跟他吃一顿饭 为了要寻找 跟他讨教 做决定 做决策的智慧 花200多万美金 找专家 生病了 找最好的医生 这个我们不能说他错 我只是跟你讲 这些专家的意见 是很重要的 第二件事情 他在这里讲到说 因为在这个海口过冬不便 就是完全根据我们 个人的喜好和方便 像我们讲退休会 一听说要去那个场地 我不想去 要住在cabinet 住在tent里面 上厕所八个人用一间 太不舒服了 晚上还要点蚊香 不方便就不去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做决定是根据 自己的喜好跟方便 因为在那个地方过冬不方便 所以他们就想要赶快离开这里 因为这边又没有internet 又没有wifi 又没有pizza hut 又没有mcdonald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边 美意识换个地方 第三件事情 他说船上的人就多半说 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叫做多数人的意见 多数人的意见 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年轻的孩子讲 他也是我们这次mission team 在UCLA读WEPHD 我跟他聊天 他说他看了很多的教会 他都很失望 他自己去年才刚刚决志 姓主受洗 他说他来到我们教会 就觉得大家都很认真的走主的路 他很信任我们教会给他的带领 我说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说今天我们面对的Citicon Valley 所有来的人都是大脑带的 对不对 寿司博士一大堆 读过书的 赚钱的 你就算什么都没有 也还是自以为是的 所以你就是很难 你教会几百个人 就几百个人意见 我说我们一开工的时候 就在教会拉了一个很清楚的准神 我这教会没有独裁 但是教会也没有民主 教会所有的决定不是根据举手 教会的决定是根据乞丐 我们跪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 让主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通行 那弟兄姊妹 多数人的意见 我不是说你不能够参考 而是你不能够成为根据 如果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的话 以色列人百姓永远进不了埃及 又进不了迦南 因为好几次百姓们都说 我们另外另一个领袖 带我们回埃及去 这条路太难走 蜀天的道路太难走了 我们要换一个领袖 我们想念该在埃及 坐在肉锅旁边 吃这个吃那个 他们想的都是埃及的好处 通通埋怨今天所走的道路 弟兄姊妹 多数人常常不见得是神的职业 我们一定要小心 第四件事情 他说或者我们能够到非离基去过冬 因为非离基是隔离底的一个海口 就是讲到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憧憬 一种盼望 就算我现在不够好 但是我如果到了美国 我的生活会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跳船 我们到了福州 在海边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有一些教会的领袖 跟我们讲这些 就是贩卖人口的舌头 舌头都跟这些要偷渡的人 都已经先讲好了 你们到了美国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找个教会 然后叫他们帮助你们 然后越快信耶稣越好 赶快受洗 然后要个证明 去办政治披护 宗教披护什么东西 他说这是公开教的 就是到美国就去找教会 大大人就带着这么多的憧憬盼望 以为我到那边只是辛苦一段 钱还完就好了 可是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比较少碰到 我几次到纽约去 他们叫我们去他们教会 他们说他们教会 百分之九十都是跳船的 都是非法移民 有那么多悲惨的故事 真的那么多悲惨的故事 更不要说女人卖身 被人欺负 男人在里面 这个暗不见天日天天做苦工 都是对未来带着一个憧憬盼望 约到那里都好了 这谁说的 都是世界的王 在这里给人的谎言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还想说 我再多赚一点钱就好了 我只要再有三栋房子 我就全世界侍奉主 不要累着教会 以前有个弟兄真的就是这样 他说我只要赚到三百万 我一定放下工作出来侍奉主 这样子我又不累着教会 我能够自由地传到 我跟你讲 他赚到三千万都还没出来 兄姊妹 这是人的问题 抽敌的谎言 好像让我们对未来 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憧憬 一个幻想 一个盼望 这个也不是我们做决定的根据 那么第五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了 你看这个时候 威威起了南风 他们就以为得意 咱们中国人是等东风 他们是等南风 但是你就知道 那就是环境的印证 你看我们大家都想去 这些船主 这些水手 大家都说没问题 多数人也都说要去那里 而且去那边方便了很多 不像这里了不拉屎的 到那边去什么都有 然后这时候南风吹起来了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决定 百夫长说 开 这一开就把他们的命 几乎都给弄掉了 如果不是神介入 如果不是保罗在这条船上 这条船几乎就已经完蛋了 你就发现在他们 整个做决定的里面 这五件事情 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好不好 专家的意见 个人的喜好和方便 第三个 多数人的意见 第四个 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 第五个 环境的印证 我跟你说 今天在你做的决定里面 这五件事情都有的 不多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这一生做的重大决定 五件是通通到场的 不多 在台湾以前 常常有一个综艺节目 叫做五颗星 很少人得到五颗星的 那是杰出的人 明白神旨意上 偶尔亮两个灯 偶尔亮三个灯 亮到四个灯都不得了了 它是五个灯全亮 你说这个决定 怎么可能错 但是才出去 风就下来 把整个船抓住 整个船就任凭它吹去 人已经out of control 人已经没办法 凭着自己的经验 专家的意见 众人的喜好 个人的盼望 这些东西通通没有用 整个船失控 out of control 整个人生失控 弟兄姊妹 在我们很多的决定里面 把我们带进一个 很可怕的结局 就是人生失控 因为神不在其中 从头到尾 神不在其中 神早就借着保罗 劝他们不要动 他们硬要动 等到动了以后 神纪念保罗 神对保罗显现 跟他说 所有船上的人都不会出事 保罗起来安慰他们 他说我的神 怎样对我说 我相信事情要怎样成就 你会发现一个有主的人 跟没有主的众人 那是没得比的 没得比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讲这些 希望大家在明白神旨意上 我们好好学习 我最后讲到 明白神旨意的途径 这四件事 你们要去读 黎弟兄的信徒造就 或是听我们从前讲到一些 初信造就 我自己也讲过 这四件事情 一个是圣灵的引领 和基督的平安 经文大家回答可以看 不光恩高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 基督的平安 要让基督的平安 在凡事上做主 在我们心里做主 英文是说做裁判 所以你不知道该向左 或者该向右 你就祷告主 让基督的平安 让圣灵的带领 在这里为我们做主 以赛亚书三十章也说 你或向左或向右 必听见有声音在你背后说 这是正路 当行在其间 所以弟兄姊妹 你如果我们真的是 纯心愿意顺服神 要认真来寻求耶和华 祂必指示我们当行的路 要让圣灵的引领 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心中做主 第二件事情 就是圣经的教训和原则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 它说 主的话是我路上的灯 是我脚前的光 它避免我们 我列了一些新闻 你们回答可以看 可以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 来做决定 让愚昧人可以通达 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能够真正地明白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所以一定 我做的这个决定 有没有违背圣经 这是我们基本要问的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可以去请教别人 以前我们三十年前 我在红屋城聚会的时候 与师母我记得他讲到 举过一个例子 有一个弟兄 他就是一直 没有信主以前 在餐馆打工 染上的赌博的习惯 信了耶稣以后 大概隔一段时间 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又忍不住跑出去 后来有一次 他名正言顺地回来讲 他说我看教会 太需要余弟兄了 他说我准备去赌场 好好赚一笔钱回来 能够让余弟兄 不要有生活的压力 我能够供应他 让他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 我就跟他讲说 请你千万不要去这样做 那完全不合圣经的 教会要给亲人会堂 你说神家需要钱 跑去玩赤脚子老虎 说我奉主的名 为了息骨基督徒 为了钱需要 主耶稣你祝福他 你去怎么拉 就算你拉到钱 你也不用带他教会来 这个神不要这些东西 要合乎圣经 第三个讲到身体的保护和印证 讲到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存全善良可喜悦的职业 我们需要带到身体里面来 大家一同来明白 以弗所作第五章也是讲到 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你管我什么 这是我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 为什么我不可以跟这个人交往 是因为爱 就是因为爱你 不需要你走错路 就是因为爱你 不需要你得罪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 如果有人为你所做的决定 来纠正你 来提醒你 来劝告你的时候 你反而心里面要更感激他 今天肯这样说诚实话的人不多 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格林教前书十二章也说到 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全身一同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 全身一同快乐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的决定只是你个人的决定 决定影响教会 决定影响神的苦 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第四个 环境的显明和安排 这是我们讲的 那是环境的印证 只是放在后面 神自己会显明的 那么最后提到一个 在紧急状况下的处理 我本来因为看位置不够 本来想把这一点删掉的 但是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 例如说我现在旁边也没有弟兄姊妹可以问 这个合不合乎神的圣经的要求 我也有圣经不熟 那么对圣灵从来没有感觉 也不晓得什么叫基督的平安 裁判来裁判去 也不知道谁对谁错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 那弟兄姊妹 在紧急的状况下我们要祷告的 就是如果你能够不需要急地做决定 先不要做决定 但是如果那个决定是非做不可 例如说出外旅行 突然出了车祸 孩子这个时候 医生说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不知道 这个决定马上就要做 因为影响到他的生死 或是你家里面突然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可以问 马上就要做决定的时候 弟兄姊妹 碰到这样子的情形里面 我们做个祷告 把你底下要做决定的 整个过程跟结果 交在神的手中 你说主我需要你 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 只要你让我知道 你的旨意是什么 我决定愿意顺服 但是当我现在不明白的时候 我就照着 你所给我的智慧 你所给我的经验跟判断 我现在做这个决定 你就在主的平安中 在你没有不安的情形底下去做决定 但是预备好了 随时纠正他 只要主改变我 我随时纠正他 当我做了这个决定 后来一个连长的人 我信任的属灵的人赶来了 跟我一起祷告 跟我讲这个东西不合适 那我们就在一起祷告 如果主真的要我们改 我们就要学习 要顺服 弟兄姊妹在紧急的状况底下 再不行就祷告主 I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 主 我做了决定 我往前去了 但是你照着你的旨意来管我 来把我带回来 来纠正我 来帮助我 来保护我 来为我开路 当我们真正是这样 从心里面祷告说 I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 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当我们是真心的时候 主敬念 谁若敬畏耶和华 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 弟兄姊妹 我想这个问题也很难在短短的一堂课讲完 但是我想基本的重点已经跟大家讲了 先不要急地跳进去 想要去明白我生活里面这些细节的事情 先要愿意退回来 要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 要成为一个看见顺服神旨意 不顺服神旨意 是太大的事情 太严重的事情 它影响了我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 影响了我在神手中的功用 影响了我这个人这一生生活 属灵生命各方面的品质跟勇士的结局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 好 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了 主 我们的心感谢祢 祢从来没有贴下我们 祢是我们的牧者 不仅仅好牧人为养舍命 祢自己也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道路 因此祢用祢心中的纯正 手中的巧妙 祢亲自牧养我们 正像雅各所说的 祢是那位一生牧养我的神 全能的主是那位一生牧养我的神 主 我们在这里向祢祷告 真的就求祢照着祢美善的旨意 祢拿荣耀永远的旨意来牧养我们 如果当我们做任何的决定 又那样子的轻慢随便 或是我们彷徨 我们不知道该是怎么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特别 主 祢加倍的怜悯领导到我们 替我们来拣选道路 不让我们犯错得罪祢 不让我们因为凭着自己而带来的伤害 我们谢谢祢 祢纪念我们中间 所有在明白神旨意的人 让我们回到家 我们继续更多地祷告 把主权交给祢 让我们现在祭坛上 把自己献上 好让祢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祷告 感谢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